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体解答答 法无伤心 自归一发 当愿众生 深入金属 只会如何 自归一伤 当愿众生 同理的旧 一切无完 何难生中 所以各位记得这句话 读了完亲这主 不要再读 记得这句话 有些人很奇怪 这个人就要求你麻烦 没有错 他说你丁世人缺他 那你就 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 教我麻烦 你就跟他讲 你不跟他斗 没事 你一跟他斗 过去谁就乱夹 他就乱抬 各位记得很久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忍 忍就会过去了 本来没事的 但是已经有那个夜暴 两个都是弃油 这些人又吐到 啪一下 起了火花 那两个都拭了 所以过去 如果有造恶业 特别有杀神 要很小心 但是如果你 忏悔了 不再杀神了 冤仇不见了 其实这些人的钱 麻烦了 你会觉得很没道理 自己拢就叫你背 我有一个信徒很可怜 女儿刚到台北去读书 结果呢 走在路上 被后面的交车 撞断腿了 他就有闪车了 那女儿 他去跟他拖 跟他拖出来 然后就来跟我哭 师傅 我去台北 去跟他说 你弄我女儿 也要照顾 他跟他拖 他跟他拖 对方 又跟他拖 他是小黑道 他女儿去大黑道 拖到 现在 钱也不赔他 女儿 女儿又在那边 自己又被打伤了 他问我 他说 这是小黑道 我说 这个很公平的 你过去做小黑道 拖到人家欺负 他过去做 耍酒 也是在流氓 小流氓 结果 现在呢 碰到大流氓 被关出来 没关系 女儿被撞断腿 碰到了大黑道 不能跟他要钱 要钱还被打 被威胁 这就是杜掉了 过去的杀业成熟了 所以各位呢 一定要断除杀神 也要忏悔